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某球呢 跑到球台的上方去 虽然一号球也在球台上方 但现在要进攻恐怕有点困难 二号球已经冲进了 哇 想要尝试灌球 没有灌进 这可是菲律宾选手的绝招 我们看一下一号球没有灌进 某球向画面的左边跑 刚才呢 看到 Drago做了一个抱歉的一个手势 可能是正好掉到球了 嗯 没错的确是掉到球了 两颗星解球 看看力道 哇哦 差一点点也掉到 看起来好像没有掉到的样子 还可以打到一点点边 虽然没有完全掉到 嗯 没错 下一个目标球自然 三号球 刚才看了一下母球想要停的位置 看看 魔术师的 母球的控制能力 相当的好 相当的好 相当的 不过 不过 Tony Drago 他看起来没什么太多思考 马上趴下就解了 马上趴下就解了 先一号 这一号球 可以来尝试保球 可是现在看 看看 下面一个 三号球 呢 在现在画面的几乎是最右边 蛮靠近台 而且它的近带很明显的 它坐球方面就受到限制 摩球 抹球回 回去 回去 去 哇 不要自己 掉到自己 了 自己了 再看 一号球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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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球 所以 运气真的蛮不好 自己掉到自己 以后还要自己来解球 两颗心 解得非常漂亮 闪过了八号 但是现在三号球 露出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Tony Drago Evan Reyes 还没做 坐下来 Drago 已经要准备出竿了 四号球 打进一颗心来做五号球 左看 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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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带打进来做六号 好 做成了一个保球 没问题 所以这一次 在这局当中,刚才三号球自己掉到自己 对于 魔术师来讲 当然是这局的一个关键之所在 九号球打进 很快的秒数学手形成了一比凝手 这是第一天的第二阶段 第二 第二场比赛 也就是说呢 是在 在 今年的 八十壮球联赛 在当中 第五 五场 来吧 大余 今 Plato 是 有 是 赶快要来看看第3局的比赛 那么单数局的比赛呢 要由Evan Reyes来冲球 双数局是由Tony Drago来冲球 这次冲球有球进 而且呢在画面左下 下角底带进了两个球 但现在1号球好像躲到2号球上面去 如果没看错的话 Push out calls 好 准备要来打一个push 把3号球往台边打了一点 不过我们看到呢 在这盘球 当中呢1号球是问题之外 5号 1号球 也是个问题 好像还可以看点点1 1号球的边 哇 Drago真是什么都不放过 有机会形成掉球 好球 2颗星让母球回到球台的左边去 现在画面左 左边 也就是 现在 下方 一颗星到 两颗星来解球 用勾 勾回来有机会勾 勾进 哇哦 魔术再次上演 这球勾的真的是有够准 雖然最后 有点滑蕾 不过 这球勾的 真的是 太准 魔术师 在表演完他的魔术之后 好像没事一样 用灌的 而且 顺便想要把这个 5号 5号球跟8号球再给碰开 这真 可以说是 12鸟之计 可惜 2号 2号球没有 灌进 碰一下3号球 3号球 3号 再碰得薄一点 也许会好一点 所以不太适合进攻 情况下再来选择防守 也是好球 不过 不过从刚才呢 Evan Reyes 他有这样子 一个精彩 的 借球 带进的一个表现以后呢 我想 不管是Tony Drago也好 也好 这个要 面对 Evan Reyes 这个防守 真的要 走得相当的 彻底 好 好 对 好 好 好 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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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誘惑人 下一個目標球 就是五號 五號球 碰到 到了九號 五號 五號球要再多 多用點力 嗯 這 角度 還是太大 所以兩位選手今天呢 運氣都出現了不好的地方 這五號球很顯然的 也沒辦法來進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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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號球跑到9號球 跑到8號球的旁邊去 看看母球跟8號球之間的相關位置 跑到8號球後 当然你把这个子球呢 打到九号的旁边呢 要付出一点这个冒险的代价 就是现在了 魔术师也许可以变个魔术就把九号球给弄到 弄到这个底带里面去 小心 看看九号球真的弄进去了 真的弄进去了 FM Reyes在这局比赛当中 实在太精彩了 连变了两次魔术 再看看慢动作 这个五九的组合 就 在这局当中不但一号球 用倒钩的勾进 而且 五九的组合球打得很准 所以真的 这又给了Tony Drago另外一次的教训 面对魔术师的时候 真的不要轻易的做这样的尝试 Drago冲球 一号球 进 现在三号球 是第一个目标球看起来 三号球的位置应该是在左边的靠台边的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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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 Drago不愧是过 过去 打死 Snooker 是 出身的一位选手 相当的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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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我俩 如果说 多走一点的话 当然 角度就會 比較好一点 對DRAGO來講 沒, 哎喲 哎喲 哼 問題 feeder 來了 DRAGO 看看他 还真是 非常的不受现场压力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 Tony Drago 跟对手 Efan Reyes两个人打成了2比2的平手 不过呢 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我们要期待更多的魔术出现 稍微休息 对您 刚才呢 Tony Drago 可以说是 毫不熟 不软的 把这个 9号就给 保紧 两位选手目前呢 在广告之前 形成了2比2平手 要进行第五局的比赛 Nigel Reyes 是这场比赛的主审裁判 Rack 5 Efan Reyes to break 2-2 轮到Efan Reyes的冲球 母球差一点朝中带而去 冲球还 不错 5号球 进 5号球 假如 说能够停在带口的话 现在要来薄1号球 可能 可能 对于 FN Reyes 来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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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把位 重心就更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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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球 角度蛮小的 母球勉强碰台边 一颗心出来 4号球变成了 一个 中远距离的 球不过 对 魔术师来讲 应该 没什么大问题 顺利薄劲 角度相当的好 6号球 轻轻碰进就可以很顺利的做到7号球 看到还下了一点点阻塞 再碰一下9号 所以刚才母球碰一下9号呢 其实也碰得很漂亮 感觉上有一点像 像是 借用 9号球来把母球挡住 挡住的意思 5号球 2号球 1号球 2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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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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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简简单单地打 这一局可以说是进行的相当的顺利 魔术师在前面一局表演了魔术师 这一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球技的一个全面型的发挥 不过当然对于 马尔他的快翔侠 Tony Drago来说呢 相当重要的也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呢 也就是这个冲球局呢能够稳稳地掌握住 两个选手都是蛮有经验的 虽然当然相较迹象呢 Tony Drago在9号球台上的经验 稍微小一点 抹球弹一颗星回来 碰到了一下2号球 不知道有没有挡到1号球 1号球目前在左边 这三十八岁 Tony Drago目前的三十八岁 FMRA是四十九岁 从这个角度看来很清楚 2号球 是完全挡住了1号球 1号球 走了 3号球 2号球 1号球 4号球 8号球 1号球 福 구멍 4号球 4号球 3号球 2号球 好,考慮了半天 打了一個 跟裁判說明了這個要來一個push 把球推到右上角去 這個球會不會好像 一直要考驗一下 Evan Reyes 這麼遠的球,你能不能怕打緊 我球會貼著台邊 乾脆讓Drago自己來打 Drago迫不及待 已經是趴在球台上 這個距離 拿這個過去Snoker的球台 距離來比 過去Snoker的球台 實在太大 而這個距離感覺 就像很容易的 好像 像這種Snoker的很距離 距離差不多 5話球 球保 球 兩顆心 來做6號同一個帶 拉幹 碰台邊 再 再來做上方的底帶 稍微 有點不好下竿 沒問題 一顆 一顆心 回來 所以 對Drago來講 對Drago來講 他的這個 這個準 準 準度 呢 可以說是在 這個 9號球球台上面 是他的 一大特點 是因為有這個準度 作為後盾 所以他才能夠打得這麼快 我們看到 ToniDrago 他不但有支持者 而且呢 他的女朋友 當然也在 現場來幫他加油 我們看到了 ToniDrago 他不但有支持者 而且呢 他的女朋友 現場 來幫他加油 看看 他這個遠球 打得可以說是絕對 不投機取巧 ToniDrago 雙方 進行 到了這樣子的 一個階段 形成了拉鋸 去 3比3 平手 還要四局的比賽 說不定 這 會 是第一場 我們看到 兩位選手 各自拿下 五局 評分兩分 積分 的一場比賽 也不一定 大陸 魔術師的衝球 所以魔術師自己表示呢 他自從1984年 開始 就已經開始 在打球 球的时候加入了一点点赌博的性质 1984年到现在 已经是有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 真的是一位相当老经验的学生 那么至于Tony Drago 他自己表示 他打撞球18年的时间 其中呢 在9号球的领域当中 他研究了7年 他就会打贴 我们就先做很多东西 然后他打贴 他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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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三号球 三号球,薄球,薄镜 抹球两颗星 做四号球 现在四号球 是比较困难的 远球 球的宝球 这球 滑很远 超级大滑 滑嘞 这次 真的要 建议 建议一下 主办单位 明年可能 要把带口 稍微改小一点 三号球 进七号球 右上 找底带 准备要拉杆回来 准备要拉杆回来 好 热泪 有 哎呀 想办法 没办法脱离台边 但是呢 力道不太够 当然 可以说 力道稍微大 九号球 又是一个保球 跟刚才Drago的这个 这个角度的 有一点 有点像 而且呢 最后的结果都打进 4比3了 也就是说呢 下一局 不管怎么样 要想办法能够抢下来 可以说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两个人打得 难分难舍 Evan Reyes呢 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 出战 Rodney Morris 那场比赛 Morris一开始是保持领先 但没想到呢 连续 这两个 8号球的 15 使得呢 Evan Reyes 最后反而倒是 6比4 赢得了比赛 Rodney Morris Dragle 运气不错 这个一号球 最后还是跑到了 某球的跟前来 2号 2号球保 保进 我球回头准备做 4号球 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没什么问题 保进 4号球 所以我們看到Drago的 剛才已經提到了 他在比賽中的特點 其實他這個 出桿相當 穩健 8號球打進 摩球 回到球台的下方 哇 馬上要形成4比4 平手 真的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好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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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重球有球近 某球在球台的中央控制得还不错 但1号球现在跑到右边去了 不算是 不算是 你必须要 更加 双方 再加上 比方後 你必须要 比方可 你能不能 在外交 比方法 跌倒 我已经能 Lars 好 还好 苦笑一下 這 可是 这 这 是 可以 這個衝球呢 一號球的位置不太想 但是呢 魔術師還是 把他給保進 我求直台 再看看剛才的這寶球 這次寶得蠻準的 母球直台 以後做到二號球的寶球 現在 台面上的一個 狀況呢 就相當的明朗 三號球的中 空袋 打乾以後 做四號球 上方 右上方 放的底袋 底袋 當然 再一個第一根 底竿 就可以 做五號球同一個袋 三號球 六號球 來點 角度 沒錯 六號球 來點 角度 然後就可以做到八號球的同一個袋 然後就可以做到八號球的同一個袋 三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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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FM Reyes 要先拿 下一分 一分的積分 一分 三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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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號球 九號球 三號球 四號球 三號球 他 Hari Fan Reyes拿下了一分的积分 笑得很开心 但是 下一局更重要 从球开始就相当重要 Zither Harp Drago这局冲球将刻意有机会来决定他有没有办法 能够在 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一分的积分 Final Rack 4比5 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局 重球有球进母球往右边跑 但二号球所在的位置相当不错 直接推下来就可以做到三号球 而且现在 现在我们看 看到 9号球的位置呢 是在 7号球跟 5号球中间 3号球的位置 5号球 5号球 Toni Drago 来看看 5 9的 他的组合球 他想走捷径 不过其实 9号球距离带口还蛮远的 所以他现在来薄中带 所以刚才 5-9组合球只是 虚晃一下 5-9组合球 5-9组合球 相当漂亮 直接做到了7号 所以两位选手的即将形成 在这场比赛当中 两个人是评分抽色 各自拿到了一分的积分 这的确是一场非常势均力敌的精彩好戏 而两位选手也没有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失望 在第一天的第二阶段聊天 下场比赛当中下挥凯雪 6-4打败了 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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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 Tony Drago跟FM Reyes这场